第二個我們談的是古代最大的夢想是飛 我們可以怎麼飛 飛會想到怎麼飛 跟詩語有關係 或是跟詩語有關係 一飛衝天還好很好 沒比 一米飛 一米金人不太好 還可以怎麼飛 還可以怎麼飛 喔很好 你太可愛了 可是我沒有比耶 我只有香蕉而已 你要嗎 好來香蕉 來 還可以怎麼飛 比翼雙飛 不翼而飛 這是我想到的 什麼是比翼雙飛 什麼叫比翼雙飛 比翼就是兩隻 鼻翼雙飛嘛 兩隻翼膀在飛嘛 什麼是不翼而飛 沒有翼膀也可以飛 好很好我們先看 沒有翼膀怎麼飛 這張紙 沒有翼膀可以讓它飛嗎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讓它飛 但是不要給我這隻飛機 可以 可以 喔 要翼翼吹 喔 你反應太好了 你實在太厲害了 這個就是誰 你 鏡頭報名喔 你常來 你有常來嗎 要一個特寫 啊 你這麼優秀的學生 沒有 有點困難 欸 不可以折紙飛機 這個 不翼而飛 邊跑的時候飛 喔 邊跑的時候飛 這個很好很好 還有呢 那個有翼膀翻滾的 就是那個 上升氣流 上升氣流 很好 還有還有怎麼飛 鍋馬糖 蛤 鍋馬糖很好很好 還有呢 還有呢 好 欸對 吹風機 剛可以吹球也可以吹紙 很好還有沒有 你玩過了 我玩過 有喔 對 你怎麼玩過 你上過課 之前有課玩過 對 之前有課玩過 這叫不翼而飛 走一下 走一下 這是沒有翼膀的 不翼而飛 所以我剛剛問 有沒有小朋友玩過這個 沒有 我這裡就玩了十年了 哇 等一下 喜歡挑戰的小朋友呢 可以來前面 我這邊有準備了一些 保麗龍 然後你可以來試試看 如何不動如山 讓這個汽車停在空 不 保麗龍停到空中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就是 有空的時候呢 去玩一下 這個 不同材質 不動如山 然後第三個 假如你要上廁所 你就到外面上廁所 順便已經煮好的竹筋 你要在外面 可是等一下 三點十分要進來 好 第二個要擔飲食 因為我們最後兩小時 有點趕 這個是以前 上網我看到的小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把水果丟到水裡面 讓陳男士服 有陳有夫嘛 有陳有夫嘛 橘子呢 有皮的話就是乳 皮剝掉就乘 好 那我們這邊要介紹的實驗呢 是另外一個 有沒有聽過這個 韓國為曹佩 曹佩 與曹歌令無直書 有點ROCK 裡面其中有一句話呢 談到這個 肥甘瓜與清泉 陳豬鯉魚含水 這什麼意思 你們知道嗎 這什麼意思 好 那個瓜喔 把這個瓜呢 放到清泉裡面 清泉知道嗎 泉水很 很清澈的泉水 把瓜把它放在上面 它會怎樣 它會浮起來 叫浮瓜 瓜會浮滿 稀瓜把它放到水裡面 它浮起來 這個陳豬鯉魚含水 什麼是陳豬鯉魚含水 豬鯉就是紅色的鯉 好 你把它丟在那個冰水裡面 它會沉在下面 好 什麼時候把瓜跟這個梨子 丟在冰水裡面 或者是很乾淨的清水裡面 什麼時候 你會做這個事 洗那個 那個 它那個東西 啊對 洗水果的時候 還有呢 就是要把它泡冰的時候 對 泡冰的時候 對 泡冰的時候 夏天很熱的時候 對 夏天很熱的時候呢 我們去外面旅遊 旅行 對不對 我們到那個小屋來 風凍食的前面呢 這邊烤肉 不行 那地方不能烤肉 野餐 結果那個瓜呢 坐著車的時候說 欸對不對 這本來是吹冷氣的 跟我們一樣吹冷氣 拿出來又不吹冷氣 所以你吃那個西瓜 就覺得蠻熱的 怎麼讓西瓜變甜 變得涼 就把它泡在水裡面 這樣了解嗎 所以夏天再一次的時候 會怎麼樣 有什麼感覺 涼涼消暑的感覺 好 在吃西瓜 吃梨子的時候 要想到玩科學 懂嗎 要玩什麼科學 看他成人還是福嘛 對不對 所以相關的成語 因為我們想到的是 福瓜必俗 有很多啦 那相反的詞也有 各位 很快呢 有六零幾個小朋友去找 喔 恭喜你們 一二三 四 三位喔 我告訴你 恭喜你們 馬上進入了國中 就要開始考試了 第一題呢 第一次段考 就會考這個 相反詞 叫做火 火閃高漲 烈日當空 等等 這是什麼意思 相似還是相反詞 各位 這個時候考驗 你平常有沒有讀成語故事 有沒有讀 沒關係 你現在開始 還好你今天的價值科學 回去以後 要把成語故事好好念一下 我告訴你考試 考那個成語 注英國字 還要考同義詞 相反詞 因為我女兒 每次回家作業 老師就出一章 叫他回答 這樣了解嗎 做爸爸媽媽的很辛苦 還好 他問誰 問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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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拿了題目過來看 蛤 這麼多 我會打關鍵字 問谷歌 等一下 只要先成語 然後打一個keyword 因為他成語的話 有時候考國字 他告訴你兩個字 或一個字 一個字或兩個字 不知道 讓你點 有時候我們哪知道 我們就把其他關鍵字放進去 成語再加一兩個keyword 他就告訴我了 其實很辛苦 各位 小朋友的時候 趕快念一下 但是念這個成語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想到科學 這個是他的成語意涵 其實福利也理 李子是成 瓜是福 所以把它泡在那個水裡面 會覺得很消暑的感覺 其實啊 這個在中國古代書裡面 有像原朝 我馬志遠 曾經學過文字裡面 好 四面幾以上 小朋友幾少 我看一下 每一組幾乎都有 請放下 你們有學過 立方底嗎 四面底 什麼叫四面底 什麼叫六面底 四個邊的柱子 很好 差不多簡單講是這樣子 所以你等一下瓜子在切的時候 拿紙喔 一個準備紙喔 每一桌有一個喔 每一桌有一個喔 你要稍微量一下 你要稍微量一下 我下次會記得帶廚師跑來 好 我很認真 其實啊 你不要以為當教授很厲害 當教授只會動嘴巴 手呢比較不巧 好 各位各位看喔 我現在是切出一個四面底 對不對 上面是不是四邊形 下面是一個四邊形 中間有四個邊嘛 四個高嘛 對不對 是不是四年級學的 好 你這樣減完之後呢 用持續量長度多少 我的長2.5 喔 誰學過心算的耶 你學過心算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現在在上課呢 我都不用自己算 因為有人老幫我算 一個是2.5 深度1.2 寬1.2 喔 太厲害了 誰做3.7的 太厲害了 你這麼遠都可以看到說 3.7 真的是3.7 這個我也來 數理專家 尤其學科學 一看就知道3.7 好 這樣是多少 體積多少 我們學過體積 五年級的小朋友去找一下 體積什麼算 體積高 體積高 乘以 乘乘寬乘高 穿出來答案等於多少 11.1 好看喔 11.1 11.1 好 這是它的底字對不對 好 所以等一下會給各位 他們有沾板嗎 他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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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切個墊 他們有切個墊 好可以可以 等一下呢 你們也是隨便切 不是啦 你要認真切 切正一點 那切完之後呢 要做一個表格 這裡面呢 是我的體積 這是我的體積 這是我的質量 質量 是因為有小朋友 我還是寫一下國字 質量 質量 質量是m 然後呢 你怎麼知道這個有多重 我們有秤子 把它放在秤子上面 我們有三個很精準的秤子 那你在家裡面呢 可能沒有這麼精準的 你可能做蛋糕是這一種 那也沒有關係 只是不準而已 這記得把它放下去秤 你可以知道這個體積 這是體積 這是體積 體積 這第一次實驗 我們的體積呢 是11.1 資料呢 比較輕重 實際上這份舉例喔 比如可能是8.4 8.4克 10克 好 然後是放回文針 回文針 回文針 你可能不放 第二個實驗呢 是11.1 然後你之後放回文針 放了4根 可能重量變10.4 然後呢 第三次實驗 我給我舉例喔 以上純屬感應的 這個 好 這一樣是11.1 體積都不變嘛 對不對 可是質料你之後放了8根 可能變成12.4 可能變成這樣子 好 那你把它 你做了兩三個之後 把它放到水中 你會發覺它是浮 還是乘 是浮還是乘 那這裡面呢 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體積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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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喔 其實喔 這也是 底下呢 講給大人定的 就是我們都國中生 包含我年兒 你上國中的時候 第一個的話 就是做福利 他怎麼想都想不通 為什麼要質量處理體積 為什麼質量處理體積 我們大人都知道 因為體積要固定 每一個單位體積 每一個地方部分裡面 看它重量有多少 所以你小朋友的概念 缺乏一個是說 當我的size一樣的時候 重量不一樣的時候 他或乘或輔 他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喔 我不曉得今天有多少時間 你們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不過我回去的時候 你有空一定要陪個小朋友玩 那個 國二以前一定要玩 不然他一定 靠這個單元一定去補習 就夠久了 你看喔 我現在一樣喔 你看喔 我的體積都不變對不對 因為我把回溫針插在裡面 可是他重量變重了 那變重知道 你越插越多呢 他重量越多 每一個回溫針呢 正常的應該是0.4 到0.5克 好 你這樣 把這重的插進去之後 把它發到水裡面 你就會發覺喔 你這個回溫針越多的時候 它本來是浮 一部分浮嘛 一部分沉 然後你放的越多 它沉的越多 到某一個數量的時候 它會剛剛好 它會剛剛好在水面下 那再放一根回溫針下去 就是沉 但也有可能呢 你多放那一根它就沉了 因為我不曉得你的體積有多少 這個時候呢 小朋友的體積的概念是 體積都不變 可是呢 你越篩的重量越重 你這個 一樣的size裡面 你的質量越大的時候呢 它會從浮比較高 到浮比較低 慢慢的沉在下面 這是浮瓜成里 很重要的概念 可以了解嗎 所以現在就讓小朋友去做這個 那我現在有幫你準備這個 呃 西瓜 不是 西瓜 大黃瓜 好 那現在呢 我來切一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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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不要先做一下 好 趕快做這一片了 你看 它放這邊 它在煮對不對 我放了三根了 這是第四根 第四根 西瓜 再來放 然後入體力再來放 好 那我現在沒有稱重量 你到時候可以算出平均一哥回容針多少 那假如沒有重量 其實假如你沒有這個稱子也沒關係 你可以回去再稱 我們只要先算你的體積多少 然後放幾根回容針 這樣就可以了 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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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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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根應該夠吧 八根還是夠 所以喔 一定要藏來的價值科學 那個Sense會比較強 敏銳度比較好 敏銳度比較好 不小心加太多了 就開始拔出來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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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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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根 五根 我等下四根 是不吉利嘛 五根 四根 順順如意啊 還是成耶 對 它吸水了 它吸水了 有洞的地方 有洞的地方水跑進去 有洞的地方跑進去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你不能只切一個 你要切 最好 其實我在做實驗的時候是切四根 一個是不放 因為要對照嘛 然後一個是放四根 六根 八根 十根 但是啊 我告訴你 到了香蕉的時候又換了 香蕉可能只要成 放五根 五根 因為香蕉 沒有 其實你可以先切好之後 你先把其中 你先放 什麼都不放回用針 你先放下去 你看它浮的高度 這樣了解嗎 就是 假如成的體積比較多的話 那你等一下塞的時候 你回用針要三或四個倍數 那假如它剛開始放進去 幾乎都快要成的話 就放二的倍數 然後慢慢放 然後慢慢放 它會慢慢發覺 這個質量出於體積 當它等於接近一的時候 它就會成 這樣了解嗎 但因為實驗後有誤差 有可能這樣還沒有到一 0.19它就成了 那我剛才講 因為這不是很精準 這不是很精準 但是只是廚房科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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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在開到這個 這個 你現在還看 sext它 在這個 你也要 rectangle 你不要好 希望可以 這樣行 我手一點 呐